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绿两党为了抢进国会 这不分区名单 大乔特乔上演了不分区之乱 这推出来的名单实在是太吓人了 而为此国民党破天荒地 召开了临时中常会调整名单 假如排到第十四 刚好是我们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有可能到达的边际 就是边缘 那这样子的话会更好 让韩国瑜能够在明年1月11号 高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然后立法院也必须要过半 达到60席的目标 才能够非常稳定的 一方面公平公正监督 代表民意来监督政府 一方面对政府正确的法律 预算跟政策 能够全力支持 使韩国瑜政府 在成立之后 能够为国 为国家 为人民 造福 马戏联系都有子弟兵竟安全名单 这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我没有考虑过什么马戏跟联系 我也没有无系 所有的我通通都不是武士气的人 我只要大公无师就好 我不管谁是什么马戏 什么联系 什么戏 在我心目当中 只有中华民国派 没有任何戏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好 这中华民国派能不能够让韩国瑜来赢呢 我们带来看这份名单 可以改变社会的观感吗 好 这边是我们最新的名单 原本排名第一的叶玉兰 他的名字往后调了 改由财经专长的党团总招 曾明宗名列第一 那么接下来是排名第四第五 原本说有争议的 像是吴思怀 还有过去被认为是挺过的郑立文 都没有动 好 另外是前立委邱毅 他宣布退出 所以第八名 其实已经看不到邱毅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在第九 第十呢 是由吴怡丁还有陈以信 这算是轻壮的代表 同时也非常的专业 我们稍后会来带你来讨论 好 另外第十七名多了 这个张显耀 好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是大家其实这几天备受关注 当然就是吴敦义的排名了 吴敦义的排名 他从第十 现在调到第十四 不过大家有看到了 这个谢龙介的排名 好像一直在紧跟着吴敦义 好 不管吴敦义在哪 谢龙介就是要排在他后面 这是有一点要垫背的意思吗 嘉庆 这很明显就是龙介的知名度高 然后受欢迎 所以放在后面 看能不能拉进去 为了谢龙介要进去 你就要让吴敦义进去 这很明显了 怎么排都这样排 你要是说不是这个因素 大家也想不透有什么其他因素 那这是不是好 见仁见智 不过整个名单看起来 你说有没有派系考量 跟大家所有各方的战力 希望能够统整 其实很明显是有了 包括说有马呀 甚至连啊 这个名单里面看得出来嘛 比如说第十名的陈以信 是不是马总统用的人 是啊 那他的专业背景够不够 够啊 比如说第十二名的李德维 是不是连家的这个一项 非常重用的一个青年 是啊 但他自己的状况好不好 也很好啊 因为一直在国民党党内的做青年工作这一块 他也算很努力啊 而且李德维就是说 他现在被归类为青年 其实你可以知道 他是从十几年前就已经被归类为青年 到现在还在被归类为青年 这就是 对这就是很 非常写实的写照的一个国民党的青年的状态 就五十岁了还算青年了 那而且要排到这个第十二名以后了 那我倒是比较建议了 当然这不会再改 就是说只是也不能算建议 就是说其实国民党要宣誓过半 像刚刚吴敦义说要六十席 如果要过半 你不分区也要过半 你总体才有可能过半 不会说区域过半 然后这个不分区不用过半 加起来还能过半 这在我想起来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所以吴主席没有放在 三十四席的一半就十七嘛 你要过半就十八嘛 所以说你如果放在十七跟十八 那个会很强 让谢龙介稍微前面一点 说服力也会好一点 那谢龙介也不用赌气说 他下一届要出来选主席 那现在就比较可惜啦 没有看到吴主席 摆到十七或十八名 但是我觉得摆到十四名 其实也已经够硬了 因为这一次所有的第三势力的政党 包括我们安地力量也希望有不分区 我们已经算很小的党了 其他你说像柯文哲的党 对不对 就想不透为什么连张善政都会说 不想投国民党可以投民众党的 这个东西 连民众党都来势汹汹 所以说吴敦一排十四 基本上已经有点难度 那这份名单到底好不好 在我看起来 我个人啦 说真的 第八名我宁愿不是翁崇军 而是邱毅啦 因为我们大家平心静气的讲 过去四年 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吃足苦头 他当少数 就很难有那种去制衡民进党的人 那邱毅过往在立法院的表现是很明显的 那现在拿掉邱毅换成翁崇军委员 翁崇军是这个老农派的立委嘛 从小弟二十年前跑立法院新闻 他就在立法院 已经是这个 那时候已经算壮年了 那到现在又回国立法院 那国民党在打什么算盘 其实很多人也都看不懂 那希望能够好好努力啊 希望韩国瑜能够拉得动这份名单 要好好加油 好 从这一份名单我们看到 其实整个名单当中顺序有调动 但是里面的名单 里面的人物有没有换呢 对 有张显耀 那么少了邱毅 但是其他好像只有顺序调动 因为备受争议的吴思怀 他还是留在名单当中 我们来说这个不分居民单好了 这个国民党国会要过半 过半是57席 所以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57席呢 那个区域立委现在我们的估计 大概至少可以拿到45席 那45席大概就要在12席 才能过半是57嘛 那12席就是到李德韦嘛 那当然再多一点到14席 到吴主席这样 当那个行政 立法院长就变得比较容易 不然的话就必须要跟 第三司令合纵联合 这个可能选后可能会有这个局 那这样子 现在真名中是我们的总召 再加上他是我们的总召 加这个就是党团书记长 所以他当领头是很有象征业 这个本来他就是会排在前面 那我们看国民党现在用的这些 部分群民单 大部分主要的都是一些 一直在挺国民党的这个族群 你看叶玉兰是警戒的嘛 吴思怀是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是就是 雇这个退休的这个军公教 这个退休的这一块 这些是比较坚定的蓝军 是八百壮士不太挺吴思怀 不是 但是就是说这些是有这些代表性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不能一直说 我们也是要把原来的那个族群 巩固住 然后再加上您看看这个 宁文瑞 宁文瑞 廖丸鲁跟这个 这个翁崇军 这个分别是 屏东 屏东是南军的监困区嘛 所以有一席立委下去经营队 以后是好事 然后翁崇军是嘉义嘛 那也是 也是这个比较资深的立委 有好几位资深立委 李贵敏也做过 郑立文 那我觉得这都好事 那您看 这个吴思丁的部分 吴思丁我看昨天 吴依丁 吴依丁 他这个 昨天在讲他这个名字的时候 国民党本来介绍 介绍他是什么什么的名字 吴依丁的女儿 但是 但是重点是 他本身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青年四十岁而已嘛 我们看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的学历 伦敦帝国大学 伦敦好学校 国士 同学不容易念的学校 那本身也是做过高盛集团 所以这个也是优秀 跟你都会这样 虽然有一些是国民党的第二代 但是本身是优秀的职弟 你不能说他是因为他是第二代 他很优秀 他就不应该出头 本来他比人家 他有更有一点优势 他的背景也不错 那本身也要优秀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两位 排进来的话 陈吟欣 这几位年轻的排进来做增加亮点 温玉霞本身是台商 那台商的这个世界台商总会的 这个名誉总会长 那本身就是比较豪爽的人 那在台商界也是对国民党 就是比较努力在支持 所以这个台商本身对 对这个国民党也是比较相对支持的 那谢隆介排在十五名呢 我觉得是很大的目的是 是为了要吹票 因为隆介兄本身的知名度高 口条好 然后很有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那大家为了让 看谢隆介可以继续再到国会来表现 所以愿意来投给国民党 所以这份名单 我预真觉得已经算是比之前好很多了 而且有兼顾到这些 那十五名怎么看 我觉得吴敦玉这个名单 我看了名单之后 我觉得这里面学问真的很大 我们可以说吴敦玉老谋深算 我觉得他是民修战斗暗度成仓 他为什么不把他 前面十三名我都不看 我就看十四十五名 差不多的会 你的得票数的最后的一个 那个deadline 大概就在十五名十四名左右 吴敦玉为什么不把他自己排到 谢隆介后面 为什么 因为谢隆介只要上 吴敦玉就稳上 所以吴敦玉在第十四 没有任何的差别 他把他调到后面 只是给庶民一个交代 看到没有我让了吧 我说十让到十四了 其实十跟十四对他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要谢隆介上 他等于就在绑架韩粉 就是韩国瑜的支持度 只要到了那个程度 大家不得不投国民党的票的时候 去立委就会上很多 为什么大家一直批评 国民党这个部分权 你怎么不看一看 民进党这个名单 我们来看民党 打算选立法院长游席坤 七十一岁 怎么就没有人在 我不是批评 整个焦点都被内部 我觉得国民党很容易陷入 这些大家很多是支持人 觉得很容易陷入就是说 国民党只要有什么事出来 大家都 你看民进党派系 晓英现在是总统 有权力 所以大家进去瞧一瞧 有一件的压一压 有一件的讲一讲各派系 也弄得非常难看 能不能把 观感 韩粉摆平 这一年他要 这个赌注吓得很大 韩粉要是不买账 你国民党去一六年 不要说十五席 你能上八席就不错了 为什么 票不投给你了 现在的反应非常大 我觉得他们应该看看网络上 老百姓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不能关起门来 自己在那边排 老百姓的反应 总要看一下 好 刚才我们玉珍也提到了 其实民进党这边 其实也是吃相可能更难看 虽然国民党这边有人认为 菜都已经馊了 现在换食材也来不及 不过玉珍给了很大的肯定 认为这份名单已经很漂亮了 好 不过我们还是要来看 民进党的名单 其实也不要偷笑 这个党主席蔡总统 可是在官邸内瞧名单 花了一天半以上 还求了二十四个版本 我们带大家来看 不同的意见 在做最后的整合嘛 我是被被招禁弃 那么发表一些 对不分区个人的看法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来看 民进党也是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接收水准以上的名单 现在在讲宏检庭会 就是因为被假新闻 然后被不时的消息抹黑 好 在总统官邸瞧 而且瞧了二十四个版本 就了解 小鹰还下达了六大指令 说这今天终植会一定要通过 好 果然我们看到了苏家大院 终于解决了 庄瑞熊原本就是不甘不愿 不想要换成不分区 结果把他调到第十名 他终于愿意跟苏正清妥协来互换了 由苏正清代替庄瑞熊 来选屏东的第二选区 而另外呢 英系的施亦芳 要求名字往前移 好 也打勾了 现在调到第十三名了 也要处理这个红检庭慧 这个红检庭慧我们看到 红检庭慧他到底是谁呢 其实红检庭慧一开始 被列在不分区的第一名 那么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卷入了 原民计划公堂的弊爱 加上其实很重要是他的这个角色 好 他是苏贞昌女儿的闺蜜 于是他被拉掉了 而原本在第五名的现任立委 吴玉琴因此改列第一名 好 不过传出小鹰下令 要换掉这个政论的女主播林楚音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这个林楚音依然是排在第十二名 我们先讲 讲民进党这一份不分区的名单 这一份不分区的名单 从上个月一直到现在 始终举棋不定 举棋不定的四大关键 就是第一个 这份名单你看出来 你还是新苏联 而只不过把游锡坤加进去 是向郑国会做一个交代 那未来极有可能是由游锡坤 代表民进党来搅筑立法院的院长 这个就是说各位去看看 蔡英文居然可以指定国会议长 这个是开民主倒车 哪有一个总统或者行政院长 去指定国会议长的 这个是立法院的自主权 但是民进党已经不管 就是换句话说 我就由郑国会来牵制你新苏联 第二个英系权胜 所谓的英系权胜呢 就是蔡英文他要的人全部进去 然后配合其他新苏联派系的平衡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蔡英文的企图 那蔡英文他就认为 在过去他在立法院 没有像其他人是有禁卫军 苏贞昌就有禁卫军 他过去的禁卫军几乎靠那个新潮流 现在他也认为说 我跟新潮流合作 但是你新潮流你背着我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他也想制衡新潮流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了第二个现象 就是英系的人终于出来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 当蔡英文各位去看看这份名单 这份名单有很多人我都认识了 那我讲的难听一点 就是要平衡什么 平衡他南部的派系 我讲苏正清跟那个庄瑞雄 庄瑞雄是不甘不悦 然后苏正清是下一届 他要对屏东县他是自在必得 所以他26天可以赚3000万 可以炒股炒到内线交易3000万 你民进党居然不查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你民进党 他这个问题比国民党还要严重 各位仔细去看名单 因为有些人是我朋友 我就算了我就不讲 政二代官二代富二代 然后民二代 政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民二代 民意代表的第二代 这份名单是 民进党成立以来 分账最严重的一份名单 那第四个 就是说看出了民进党的 所谓的企图心 各位不要小看这份名单 你把洪生汉放在那边 你把范雲放在那边 他们就是等于要吸什么 社运团体 以色运团体跟小绿的票员 所以各位去看 无论是吴毅群 洪生汉 范雲 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他就证明说 我要拿第三势力的选票 那这一点 从民进党的名单 跟国民党之间 你做一个分析 好像国民党不要 第三势力的票 那民进党要 所以你看那么重要的 吴毅群也好 洪生汉跟范雲 全部都是政治素人 那他为什么把这些社运界的人 通通放在一二三位 他的目的 他就知道 我可能不过半 但是我要吸第三势力的选票 那这种第三势力 当然吸不到安定力量 可是他至少可以让 时代力量跟民众党的选票 会大幅度的降低 这是民进党的私心 而且很难看 对 过程非常难看 对啊 因为为什么说过程很难看 我们就看他的第三名范雲 范雲是社民党的主席 对 他在 召集人 他们就是叫召集人当主席 那他们就是为什么呢 范雲在台北的大安区 要选 已经选了半年多了 那现在突然 民进党派个人去 然后范雲变成 民进党的不分区第三名 我们这样讲好了 民进党选了再差总有三席吧 那你这个算什么交换 选霸法第97条 98条 叫搓汤圆条款 也就是说你用不当利益 或是用非法手段 去做交换 再离选举提名 这么近的时间 做了这件事情 而地点在哪里 各位 总统官邸啊 总统官邸 谁在戳这个汤圆 蔡英文总统视野 进进出出各派系 对不对 刚陈明文的访问 大家也听到了嘛 新潮流哪些人在里面 可总招有没有在里面 各派系在里面瞧 我都不晓得林昆海 有没有在里面呢 那瞧出来这个能看吗 蔡英文搓汤圆哦 我一定去告他 我下礼拜找个时间 我就去告他 违反选霸法 没有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还有行政院也在搓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事情 这是重罪 蔡英文一定要面对 行政院在里面 那我无所谓 因为为什么 在民进党主政 这三四年以来 立法院就是行政院的立法局而已啊 这有什么奇怪 对不对 再给党只是配合演出而已啊 没有配合演出啊 过不了就丢丢水球啊 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战力啊 那民进党在做什么 当立法局啊 那不然整个民进党执政的架构下面在干什么 我就看不懂啦 其实这些名单就是 游席坤 等一下 游席坤跟审发会 审发会也很好笑啊 审发会原来在戏指 说要跟黄国昌对决 黄国昌弃选 然后段宜康就把审发会瞧去 说要辅选蔡英文 然后现在出来 所谓的辅选原来是 派系分赃到第十一名 派系分赃可能太明显 尤其这份名单当中 看起来鹰派大胜 可能苏贞昌在落泪 因为他本来卡油不成之外 这游席坤还往前在提升一名 如果小一真的当选的话 游席坤如果要当立法院院长 你应该摆在安全名单的边缘 对不对 他现在还往前提了一名 还有这几个前几名的 他当然是要小绿的这个票 就是第三四级的票 但是这些人到立法院以后 民党说什么还是得照举手 所以这个真的是骗选票用的 实在就是这样 骗这些第三四级 这些一般民众的 这个部分局的选票用 他们这几件社运进去的 没有一个有功能的 进去以后 民党说往战争的时候 敢投反对票吗 如果跟他们的理念不同的时候 没办法 我们在立法院看的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是摆来骗选票的 因为这些社运团体 他过去他长期以来 是民进党的侧翼 那过去也很少说 社运团体的代表的名单 都是在后面 那这是为什么提前 你就要考虑到 他也认为可能三党不过半 所谓三党民众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三党不过半 所以他在这么严峻的压力之下 他说他把这政治 三个政治处人放在前面 那至少对社运界来讲 他有个交代 就是说我多多去捞 社运界的票 或者我彻翼的票 叫你们这些人 不要去投民众党 其实在民进党里面 也有很多人不满的声音 像是林非凡就说 这有人在予取予求 所以总在讲谁 因为林非凡刚进去没有多久 他没有他的派系 民进党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权力派系 分张的一个政党 对不对 他从中央到地方 都是有福大家想 有难的国民党来当 他一向就这样 在做一个政党 对 你想民进党的派系这么多 人人想要飞奔奔很难 你看这次所有的派系 大家排队一个一个来插进来 这次又加上他说的摄影团体 那这个有福大家想 想的这个层面更广了 他一向就是这样 他们民进党从头到尾就这样 从现在他们执政 你看所有的单位的这个用人 全是他的肥猫 都是有福来 来来来来 有钱大家赚 他一向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所以他们这样排 没什么奇怪的 看到他排完之后 我再看国民党排的 国民党还真的比他好很多 对不对 最起码国民党年轻 清新都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 你看他们在里面 多少都是那种 讲难题的真的 很多都是肥猫 他把肥猫都排到立法院里来了 尤其不分区的 多好省力 省时 省钱 躺着血 对不对 爷爷家中座 立委天上来 他们就这样的一个党 所以不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 好 现在民进党不分区名单定调了 那副总统的人选呢 这个蔡赖沛 终于在明天两个人 好像要同匡了 就在蔡英文高雄市 进总成立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宣布蔡赖沛 谢谢大家